青子团旅客喜爱的花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细水区 预计7月1日正式开放 不只可以玩水还新增路上芝卡轩共荣游戏场 多达20种的游戏设施可以玩上一整天 芝卡轩清水公园暑假开放 先为去年取收起50元门票 但县民12岁以下身高不满150公分 65岁以上长者低收入户 身心障碍者以及陪伴者等五类身份 除时证件都可以免门票 除了身份证、健保卡 驾照也可以认定是否为具现名的身份 芝卡轩细水区从7月1号开始到8月27号开放 每周一休元 开放时间为上午9点到中午12点 下午1点半到5点 最后售票时间为下午4点30分 县府的话出表是有大人皆有清水细水区 动物第一座人工冲浪池 也有适合不同年龄体验的飘飘河 矿圈广区、深水区 还有8公尺高悬的滑水道等洗水设施 县府争取花冬基金永续发展基金7500万 建设共荣邮具包括荒野冒险岛、魔法银耳河 各个游区都有规定的游玩及对象年龄 沉重限制让民众带孩子游玩的时候 不必注意规定 县府的话出表示 芝卡轩绿森林公园全年无休 开放时间为早上7点半到下午5点半 暑假期间提早一个小时开园 芝卡轩公园是县内重要的大型休闲律地 园区广达18公顷 公园区域免费开放 清水公园正门两侧百姓可停车 周边还有南浦营区 以及胜利东春公园两处停车场 记得继续节目